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已经是完全结束了 万里朝阴战争咱们一共讲了15期 然后这是作为咱们明史专题的 就是第一个大的专题 万里朝阴战争咱们是一共从明朝的抗窝战争 然后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万里朝阴战争结束 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是说在明史的专题里头 我们会给大家选明朝的三个画面 明朝的三个画面 刚才没有听到片头 片头没听到吗 是吗 那就没听到没听到吧 因为他录音录进去就行 你们听没听到都无所谓 所以就是咱们要 咱们要选三个 那那那那我再给你们放一遍 我再给你们放一遍 等一下 直播间的朋友没听见片头 那就录音的朋友 听录音的朋友再听一遍 我只能分开 啊行行好啊 因为这个可能刚才他那个声声音啊 就是对这麦克有指向性啊 可能刚才就是因为那个麦麦克他对着我的嘴呢 然后他那个没有因为因为没有没有内放啊 因为这个obs的设置比较复杂 因为这个同时我在开着这个录音的软件 然后开着obs开始直播的软件 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好弄 行了咱们那个三个就本来跟大家说明史这个专辑 我们一共是做三个从明朝历史上选三个时期出来 然后给大家三个不同的画面啊 一个是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选一个事情 然后讲一讲 然后还有在明朝中期的时候 我们选一个事情给大家讲一讲 然后这个明朝末期我们选一个事 明朝末期我们选的这个开端就是万里超越战争 然后我们会从万里超越战争一口气往下讲 今天开始我们给大家讲原重换 这个原重换开始啊 就后边会接着一系列的我们将来都会涉及的内容啊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从原重换 因为原重换这会讲到呃魏忠贤啊 会讲到后边的这个挪尔哈赤黄太极啊 会讲到张自忠张献忠李自成啊都都会讲到 然后崇祯怎么死的 然后还有南明 我们最后会这么一口气往下讲啊 但是因为这个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啊 这个现在现在有一个新的规定啊 因为前前两天咱们历史讲的专题呢 呃讲完了往往之后啊 收到了一个有关部门的提醒 这个说呢 就是从这个之后啊 就不要再讲这些有暗示性的啊 有启发性的什么这个有可能会产生 让大家产生联想的啊 就就不要再讲这类专题了 所以太往后的啊 就是说咱们太往后的历史啊 咱就不再讲啊 咱们咱们就清朝历史 就就反正之前那个中国近代史的拐点 这一块咱们也已经讲差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讲到清初啊 原来是咱们1921年以后不讲 现在咱就都别讲了啊 咱们就那个咱们就那个讲到明末就可以了 那么咱们还是接着上周的万力朝鲜战争 往下吧 好不好 咱们继续啊 就是为了为了让大家不唐突啊 然后没有听过万力朝鲜战争的朋友 如果你听到了这个提示 请你先去回头听万力朝鲜战争 十五期 稍等一下啊 咱们继续啊 离开了一下 这个明明朝的覆灭啊 我们万力朝鲜战争里头给大家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 之前有一些键盘军事学家 键盘政治家 就是这个在网上讨论 说这个万力皇帝是个败家子 为啥 因为张鲜战给他攒的钱 一场仗全打没了 不是一场仗 他打了三场仗 就是喜欢打仗 然后就全打没了 然后万力朝鲜战争这个仗可以不打的 其实我们上周已经给大家在结尾的时候已经说了 就是这仗可不可以不打 这仗根本不可能不打 这个你也就是键盘历史学家 对吧 键盘军事家 键盘政治学家 你这仗要不打的话 那可能后面就 咱都轮不着甲骨战争了 那可能中国就是直接就分裂出去了 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大一统了 当然大一统这个意识形态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我们放一放再说 但是至少大一统这个意识形态是目前我们认为好的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你要是想维护 你要是想维持 中国这个局面的话 那么如果当时你不打这个仗 那么显然是维持不了 所以说 万历 就是这个 朱义军 他不打这个仗 是肯定不行的 但是有一个结果是改不了的 就是明朝的覆灭 始于神宗 始于万历 明王于万历 而不王于崇祯 这句话是没有什么太大毛病 万历皇帝 咱们还是从他讲起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是明朝 所有皇帝里头在位最长的 他时间是最长最长的 他一共是在位子上待了48年皇帝 但是这就是什么呀 这个集权 独裁 这皇上肯定 皇权肯定是独裁政权 这就是有一问题 就是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 独裁者本身 因为 这个 他最大的错误 就是活的时间太长了 在位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如果是一个 历经图治的 你像乾隆这样的 康庸前盛世 我们之前在中国近代史 拐点的时候 给大家讲到 就 英明像你乾隆爷这样的皇上 他在位时间长了以后 对中国也只有伤害 就对下面也只有伤害 你就更别说万历皇帝 虽然这仗是打了 这人是敢打仗 可是 他可有好多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他不爱上朝 不爱办公 比较懒 又抽鸦片 所以 这种皇帝 在位时间越长 其实他对国家 对人民造成的伤害 也显然就会越大 这才是他真真正正的 那个问题 万历皇帝 其实死的时候 岁数并不大 你别看 做48年皇上 但他死的时候 才58岁 本来啊 本来啊 也不算老 跟他这个 跟他这个祖先比起来 他也不算是说这个 这个 多 多长寿 这个 明太祖活71岁 明成祖活65岁 明世宗活60岁 可是 他 活58岁 就死了 为啥啊 这个抽鸦片吧 鸦片 是不是直接缩短 他寿命的罪魁祸首 咱不知道 但是鸦片 很显然是直接影响 他精神状态的 一个罪魁祸首 贪婪啊 大概是 天生的一个本性 但是 这个万历皇帝啊 明神宗 这个惰性 就是这个懒 这个懒 我们真的是没法说 我们真的是没法说 除了鸦片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 能把人变得这么懒 万历初年的时候 整个光景 是完全不一样 他刚刚开始执政的时候 是中国历史上 可能我们说 他是最光辉的时期 倒不至于 但是最光辉的时期之一 是没有问题的 金庸先生 他有一个特别独到的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什么呢 金庸喜欢从文艺作品啊 文学作品啊 还有从这个 这个 工艺品里头 来看历史 他呢 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 如果说 全盛的中国 只要中国是在全盛时期 制作的瓷器啊 还有手工艺品啊 就会非常的精致 就是他的价值 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呢 他得出的这个结论是 在万历年间的瓷器跟 法郎器 是灿烂 华美 精巧雅致 这都是罕见的杰作 因为万历的最初十年 是历经图治的十年 其实这个 我没有自己去考证过 但是 我觉得金庸先生 人家成名已久 人家是收藏大家 他既然这么说 肯定有他的道理 对不对 其实我们想一想也知道 你说我饭都吃不饱 我怎么可能会有时间 或者会有精力 或者会有那心情 去好好做那工艺品呢 我肯定先去做那 吃饱了饭的东西 对不对啊 就是肯定我没有那个时间 去去做那工艺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没问题的 可是如果我们看看 这个时间点啊 就是说 为什么前十年 他的工艺品的水准这么高 哎 我们发现 这是张居正专权的十年 这是张居正当首辅的十年 所以特别的好 因为张居正这个当国 这是以中国历史上都比较罕见的一个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歪的鞋的这些新的政治家 因为这个名神宗啊 朱义军啊 他继位的时候只有十岁 他一切 你说十岁小孩继位 他能干啥呀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这个一切 听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 别让他受伤 两宫太后 一介女流之辈 没有什么主意 所以这个时候 能指望的人 可能只有一个张居正 这个张居正这个人啊 我们之前在万里超人战争里头 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一个处世非常圆滑的人 黄仁宇先生在万里十五年里头呢 给这个张居正 做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描绘啊 因为这个整个万里十五年 可能在前有半本书都是围绕着这个张居正的改革 还有他的个人人品来写 人品上呢 不用说 这个人呢 没有什么歪心啊 就是说他没有什么说说我要我要我要窜国呀 我要什么的 没有这些没有歪心 专权呢 也没别的啊 就是为了满足我那个 我那极高的那那那道德标准啊 我就是想当一人节啊 就是一些这个比较传统的这种政治理想啊 或者这种道德理想 就是这样 所以两宫太后非常非常的信任啊 这个张居正 张居正这人做事又特别圆滑 他非常善用人啊 喜欢搞这个老老政治家嘛 老政治人物 老领导啊 就喜欢笼络笼络周围的人啊 然后把这个什么总管太监什么这冯宝给笼络的都特别好啊 所以这很多有利的条件加一块 这样的话 权力全都落到了一个人手中啊 那么张居正拿到了权力之后呢 就开始放手办事啊 明朝啊 因为从明太祖晚年开始就不再设宰相了 宰相这个职务这个不好啊 这个不可靠 政治上不可靠 所以呢 张居正他是大学士 名义上是首辅啊 首辅 实际权力其实就是宰相啊 其实没换汤不换药 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 张居正的政绩啊 可以说非常的可观啊 因为就是我们在万历超人战争里头讲到的这些将领 李承梁啊 七级光啊 王重谷啊 全是张居正 一手提拔 当然这也是他拉拢人家自己的人啊 拉拢自己的这个派系 当然这些提拔啊 很多的时候都是对事不对人的提拔 要不然的话 他怎么能够 他怎么能够去去提拔出这个这个李承梁啊 七级光啊这样的人啊 对不对啊 所以最重要的是他在抵御 就这些将领真的干活啊 对不对啊 你在北方啊 在在跟这个蒙古人的作战中 非常的有用啊 就都是能臣啊 尤其是七家军啊 北调了之后 这几千个七家军到了这个北边啊 到了这个辽东啊 那都是主力作战部队啊 所以蒙古人断了武力侵扰明朝的念头 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就是甭管用的什么人 反正人家干事最后达成了目的 这样的话 蒙古人就被逼的 你只能安分守己 因为你打不过我嘛 你打不过我 你就来跟我做生意吧 其他的你就啥也别 你别干了 你跟我打呢 我就跟你打 对不对 来试试我们这这车营啊 这七级光这车营 到了也没事了啊 这个装甲部队 然后火器装甲部队 到了也没事啊 一直想找一顿试试 你们想不想试 那蒙古人肯定不想试啊 不不不 咱俩做生意吧 对吧 南方少数民族的这些个 什么武装暴动啊 然后也都一一被平定了 然后倭寇啊 脚窝战争 这个就像我们讲了 也被七级光给打退了啊 湖宗县七级光给打退了 这个时候江南富庶啊 国家富强 储备的粮食当时到巅峰的时候 可以用十年啊 这个可是之前这明朝这做不到的 能储备十年的粮食 这库存的盈余超出了全国一年的岁出 整个什么交通啊 邮政啊 办的是井井有条 然后把全国的田母面积量的明明白白啊 税收啊 搞的是这个非常透明 很公平啊 不像以前那样啊 这个税收连个标准都没有 对不对啊 穷人负担过分的税啊 富人的不怎么交税 不行啊 修水利啃荒啊 然后免税三年 对不对 这都是张居正干的 其实我们今天看这张居正改革啊 很简单啊 你就是把事情搞简单一点就好了 其实你说他改了半天 你就把事情搞到简单一点 过去为啥啊 有问题呢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太复杂了 你管的太多了 你少管一点 其实就好了啊 这张居正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政治改革啊 搞的是非常的严格 搞得非常的透明 搞得非常的明细啊 严半贪污腐败 所以很快 那个时候的中国啊 我们之前在给大家讲中国近代史拐点的时候 讲到过欧洲曾经有过一段叫做中吹的年代 中吹的年代啊 持续了一百多年 从文艺复兴 从这个出了中世纪之后 进入到文艺复兴 从这个时候开始欧洲就开始中吹 中吹啊 啥叫啥叫中吹啊 就是那会儿有好多的学者啊 他们认为说这个中国了不起啊 中国这个道德 这品质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 对吧 这个中国什么 咱们都得向中国学习啊 因为那个中国那个 你看他们是远这个东方啊 到处都很和谐 很有钱 很富庶啊 很干净 反正也没人来过啊 就是来了一个这个马可波罗啊 写点书 然后来点传教士 那传教士来了 他就回不去了 所以他可不是他得他得写好吗 所以这这这整个的欧洲啊 就开始了中吹啊 那个时候的欧洲一看啊 说中国是什么样呢 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 最富强的一个大国 那时候的欧洲文人学士啊 一提到中国的时候 全都向往啊 你想想一直到了这个马加尔尼 马加尔尼自己还是个中吹呢 那也都出访 这个中国呢 还是个中吹呢 他们佩服中国这文质教化啊 道德情操 然后觉得中国的这考试制度 文官制度特别的牛 佩服中国这个道路 修的四通八达 然后佩服这个中国老百姓 比欧洲的那平民的生活质量高好多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啊 万历十年是公元的1582年 要在六年之后 英国才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再过38年 英国的清教徒才乘坐着五月花号到达美洲 再过61年 五岁的那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 那时候沙尔比亚才16岁 还在英国树林里偷人家路呢 还想那些偷人路呢 83年之后 伦敦因为市政水平上太低 实在太脏 结果爆发了恐怖的黑死病 大瘟疫 万历初年 北京 南京 扬州 杭州 苏州 什么样啊 那真是 就像万历年间那个瓷器似的 非常奢侈 华美的大城市 所以那你想一想啊 那个时候的外国人 那时候的欧洲人 跑到中国来 他看到的是什么呀 那是一片欣欣向荣啊 那是一片跟他来的地方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国家啊 所以 那在他们眼里头 这真是 中国真是天堂 确实是 你想想 那个年代 那肯定确实是 中国的经济 当时也在迅速的发展 手工业跟技术啊 非常非常的先进 在15世纪的时候 中国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产棉区 棉混 基本上就是中国产 因为在正德年间开始 就开始采用了越南那边 就安南那边过来的 优良的稻种 农田家僻 然后米产大增 尤其是广东一带 因为大量的推广 种植这个水道 水田里头还大量养鱼 养了鱼子 就养了鱼 就没有蚊子了 因为蚊子幼虫 都被鱼给吃了 对不对 大量养鱼 所以蚊子啊 就减少了 蚊子一减少 瘧疾就减少了 这个岭南那个地方啊 原来为什么说 说过去 说那个地方都是 瘴气之地 说什么叫做瘴气之地 古人说说这个 那会儿说 说这个东吴 说哪地方都是瘴气之地 化外之地 为啥 什么叫瘴气 就是说你到那儿 你不知道怎么你就病了 你就死了 那古人都搞不清楚说这是什么病啊 可能是得了瘧疾啊 可能就是这个拉肚子 然后可能就是伤寒 然后可能你就就死了 因为那儿虫子比较多 然后那儿可能水污染比较差 那这这水污染比较严重 所以很容易就就死了 但是古人不知道 他就管那时候叫瘴气 这个时候的岭南啊 这个时候整个的南方 那可已经没有瘴气了 谁也不会再说那地儿是瘴气了 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 就从政德年间开始蓬勃发展 你想想欧洲那会干嘛呢 就黑死病了嘛 这个还在还在搞这个 还中世纪呢 还那抓女巫呢 还那烧女巫玩呢 可见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 没什么 怎么说呢 就是你碰上好皇帝就没有问题 但怕什么 就是绝对集权的这种政治制度 这种皇权制度 怕的是什么 就怕出糊涂蛋 因为好不好 这事做不做 就一件事 反正就一人拿主意 对不对 我要是想明白了 我要是想的是对的 那咱们都好 我要想的是错的 那可怎么办啊 是不是 怕不怕一个皇上有问题 怕就怕 像明朝啊 这就是点被 连着赶上四个皇上 结果啊 连着赶四个皇上 没什么主意 结果这 聪明勤劳的 一亿人民 就被这四 哥四个 不是哥四 爷儿四个 啊 就是拖着 把这富强的大国 就直接就给拖到了深渊里头 所以这专制制度 它对国家人民社会 这个灾害 这个大害 在明朝的末年 表现的是最最明显的 这可以说是 这这真的是一面镜子 张居正万历十年 正好逝世 哎 他就正好十年 这时候你看万历皇帝十岁登基 朱义军十岁登基 张居正揪着他 攥了他十年 这十年里头啊 这个 朱义军啊 日子非常不好过 这个我们在万历超人战争里 给大家讲啊 他怕这个张居正 这个张居正啊 老是板着脸 皇上干什么都不行 啊 就什么都不行 而且呢 这个 皇上因为岁数太小 没主意啊 对不对啊 他老要去问这个张居正 这个张居正啊 老是跟这个皇上提出一些 反面的意见啊 所以还特别严肃啊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他当然他不会直接骂皇上 但是有的时候 他甩出这个片当话 还不如骂他一顿 所以万历皇帝 朱义军啊 他对这个张居正 比较害怕 那万历超人战争 从谋众意义上来说 也是一个放飞自我的过程 也是一个 就是这个张居正死了之后 然后 还有包括清算张居正啊 清算这个张居正这个政治势力 包括万历超人战争 这都是属于就是长期被压抑 长期害怕 长期迫于张居正的淫威 然后结果这老头一死 然后开始哗上来放飞自我了 就也有点这意思 所以 20岁的时候啊 朱义军终于自己上位了 然后上位之后 就是一系列的开始针对张居正的清算啊 把他加战充功 家属充军啊 然后把他长子逼得自杀 不过这一段呢 别着急啊 我们在魏忠贤的专题里头 还会给大家仔细的讲啊 就是说清算张居正这个事 整个清算张居正这个事 他不是一个突然开始的啊 那不是一个说 他一死啊 说这个万历皇帝 马上就把就就暴露出来了 就是我我那么要报仇啊 他不是这么个意思 他是一个逐步的 他是有一个舆论炒作过程的啊 我们在那个那个专题里呢 会带大家看好好的看一看啊 就是说舆论是如何杀人呢 就是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讲这专题 那你们等着吧 明神宗啊 万历皇帝 虽然他一直在张居正的这个保护下啊 或者说在在在在在的阴影下长大啊 一直活得比较憋屈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 他其实很聪明 而且他很敢干 这个人啊 喜欢读书 中国历史上昏君大概都有一些小聪明啊 这个就是反正这个昏君啊 你什么宋徽宗啊 李后主啊 我靠都文才斐然啊 写出诗写个字啊 什么的都没什么问题 这个明神宗朱毅君啊 也是这么一人啊 就是说反正小财 反正财气肯定是有的 也够聪明啊 他的聪明之上 附加的不是文才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懒惰 和一种不可思议的贪婪 这是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 那最有特点的那个财气啊 皇上懒 倒不是一说多严重的毛病啊 他只要用一两个对着的人啊 找两个一两个这个好的大臣 是不是啊 你把什么事你都交给他办去 你懒你就懒呗 对吧 你少管一点啊 你找点明白人 他也没有什么 不会出什么太大问题 对吧 这个 中国历史上也不缺这样的皇上 就是人家也没出什么大事 反正就是个守城之君啊 然后皇上很昏贵 用几个大臣 这种皇上有很多 但是这个名神宗啊 朱毅君这个人啊 他这个人不光懒 他还特别的不放心啊 这个信不过这些老同志 他除了懒之外 他还不放权 他还特别想抓权 哎 这个啊 其实是他们老朱家 基因里头的一毛病 我们之前这两天给大家 再讲生命的算法 这基因写在基因里了 就是基因里头的事啊 就是从 从他这个祖先上啊 就不放心 一直到他的后代 到崇祯 还不放心呢啊 所以他不光是懒 还要抓权啊 对 也是被张局正搞怕了 几十年里头自己不办事 但是有一特点 他也绝不让别人办事 你你你你也别办事 我也别办事 这个就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了 这不光是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了 这在世界历史上都空前绝后了 这个你做了皇帝 要什么有什么 这皇上我天哪 这名神宗啊 不爱女色 不用外戚 不迷信宗教 也不练丹 不忘求长生啊 不像他的祖先和后代 这人呢 还特别的仁厚 哎 就这说昏君啊 不能说是说他特别残暴 他还不是特残暴 当然有人说 啊 他还不残暴啊 那不是他不残暴 是明朝就是个残暴的朝代 所以他比起来 他其实他不不残暴 因为他还挺仁厚的啊 我一会我就跟你说他怎么仁厚 这人呢 也不穷兵独武 虽然他敢打仗 但是他不是一个穷兵独武的 这人也不浩大喜功 虽然他看见那个战暴失败了 他也发怒 但是胜了 他也没有什么特多高兴啊 所以就是这人也不浩大喜功 这人也不异想天开 也不荒唐胡来 他不搁这个 这个皇 这个朝廷里头摆菜市场 他不干这事 也不爱大兴土木 都不爱干啊 你说住个什么豪宅啊什么的 都不干 都不干 也不奢侈浪费 吃喝也特勤俭 而且他还不用宦官 他也不让宦官弄权 因为他怕那个权力外漏吗 这个中国历代 这昏君的很多缺点 他一个没有 这人我看跟希特勒一样 这个不抽烟不喝酒 什么都不干 就爱葛优坦 但是还有除了爱葛优坦 还有一事 就是爱攒钱 特别的爱攒钱 他对钱的这个执着呀 超乎大家的想象 他追求的是对他 你想想他是一皇上 他有天下 他最不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呀 他最不应该缺的就是钱呀 可是这皇上 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 这个张居正啊 给他灌输了太多钱的重要性 可能这个耳毒目染吧 潜移默化的受了张居正的影响 他反而是一个最喜欢追求 对他来说最没用东西的 这么一个皇上 如果他要不是一皇上 咱们可以开一开脑洞啊 没准 这朱义军可能能当一个特好的商人 他可能跟这小夕行长做起买卖了俩人 可能还比较这个合适啊 这个人的性格里头有一个抑制不了的贪性啊 他的那些祖宗们个个都是阴狠毒辣 或者要么就是胡闹荒唐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执着于钱 所以有一位历史学者就想啊 说这性格可能也是除了张居正的影响 也有可能是出于他母系的遗传 因为他妈是个小农的女儿啊 所以这可能就相对来说 可能他妈也教育他啊 这可能你想他妈能用张居正 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张居正 就是这个爱钱啊 就这样爱跟他妈爱一块去了 然后这个俩仗上都觉得这事挺重要的 然后耳朵目染的就开始跟这个 这小的万历皇帝就开始说啊 所以这万历皇帝长大了也就这样 皇帝贪钱那就完蛋了 因为啊皇帝贪钱 那你钱从哪来啊 钱肯定还是得从民间来 对不对啊 你说如果说皇帝贪钱啊 皇帝不贪钱 说咱加点税什么的 说这税咱们进到国库里头 没关系 这国库反正咱还得花出去 可是不行 他呢不行 他受不了这个钱啊 到国库里头 所以他搞了自己一个叫内库 啊搞了一个内库 私人库 他真叫内库啊 所以他就喜欢加税啊 加税完了 把这钱都给搜上来 搜上来以后 然后都塞内库里头 加紧收商税啊 那些本来有的税收啊 除了什么这个书籍啊 农具免税以外 其他的啊 一切商品交易都要收税 百分之三 所有都是 就是那会儿他就消费税啊 这消费税啊 还不够啊 他这内库还不够大 塞的还不够多 所以他自己又发明了一种税 这种税可牛了 这种税的名字叫矿税 这矿税啊 就是开矿的那个税 你说那个年代 你又不是一工业社会 你这矿能有多少税啊 是啊 你又不是 你又没有工业生产设备 对吧 你说你靠着这个锄头搞头 你能开矿去 你能开出多少矿来 你开不出多少矿来 开不出多少矿来 又想从这里头要钱 于是呢 这里头就钻进来了大批 没有受过教育的 心理上多多少少 有些不太正常的 一些人官员啊 更多的是太监 然后他们干什么呀 他们跟皇上说了 皇上你不就想收这矿税吗 你看现在这个矿税收不上来 他们跟你说 说这个我没有那么多矿 他们都骗您呢 他们其实到处都是矿 中国这么大 到处都是矿 皇上我们替您收起得了 你就把这事委托给我 然后我出去收税 这个虽然他不喜欢用太监 但是你要说甭管是谁 你说皇上我能给你挣钱 那行 行 你去吧 于是四面八方 这些太监就出了紫禁城 四面八方就到处收税去了 然后 这个都有都有证 有收税证 他们那个证叫矿税史 就是矿矿税史 说我是皇上派来收税的 这矿税史下去收税 那可就完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上有所好 下必甚年 没有那么多矿 哪有那么多矿收啊 于是他们开始预知 他们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要先收水 所以这个就出现了非常滑税的一幕 这些矿税史啊 成群结队的跑到地方上 然后指着人家的宅子 找到说你们村谁最富啊 我们村这个王帝主家最富 好走去找王帝主 老王啊 你们家这个地下有矿 老王懵了 我们家地下有什么 有矿 有矿怎么了 叫税吧 反正你们家地下有矿 你不交还不行 不交那就法办你 你抗税啊 这是国家正式下来的这个税文啊 所以你抗税啊 这些人啊 可以说无恶不作 后来他们纠结了大量的地痞流氓恶棍 到处敲诈勒索 乱治人家的祖坟 住宅 商店 作坊 田地 反正谁有钱 就说谁家地下有矿啊 你就得给我交这个矿税 结果不出多长时间 弄得天下骚动啊 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 那那就 我们家坟啊 我们家祖坟埋着好几百年了 你先说我们家这祖坟也有矿 你让我非要给我刨了啊 要不我不交钱就给我刨了 这肯定不行啊 所以大量的民变就出现了啊 很多人群体性事件上访的啊 出去闹事的啊 就干这个去了 这些征税的太监 因为他们的权力太大啊 自然而然的就横行不返 他根本就不都不怕呀 对不对啊 往往他们在处理这些民变的过程中 就干嘛呀 善杀拷打啊 然后有一些地方官吏 可能站在老百姓那边啊 也被当成抗税 直接参到皇上面前啊 皇上不管啊 反正你给我收上钱了就行 我就要钱 所以这些文武官吏 有很多也被驱死了 有一个太监 他叫高怀啊 他奉旨跑到辽东去征矿税啊 征商税 结果竟然搜刮了当地居民银两 一共十万两 然后逮捕了数十人 然后这个打死了当地的地方官 然后还诬告当地的总兵啊 就是部队最高领导人啊 犯法 然后就把这些结果就交给了明神宗 明神宗啊 很懒 他又懒又贪婪啊 就很懒 他一边抽着鸦片 他什么奏章他都不想看 他只 但是只是要跟矿税有关的 只要能挣钱呢 他就会一定会看 他立刻批准 绝不会再有什么疑问啊 就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他的问题啊 又懒 然后又想要钱 所以就是你们说的是最对的 谁能挣钱 谁就 我估计他当CEO可能挺好的 这个能培养出狼性团队啊 可以可以加班 可以加点 可以向印度扩张啊 就是他当CEO倒挺好 结果这个矿税很快啊 搜刮之大 骇人听闻 在万里初年张居正当国的时候啊 全年的岁入白银 四百万两左右 你想想凭张居正的啊 这个 这个水准啊 那个时候啊 岁入四百万两 皇宫费用每年是一百二十万两 这是金花银 这已经占了岁入的三分之一 可是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内 他们就搜刮了矿税银两百万两 就是张居正 以张居正这能耐一年四百万两的岁入 以张居正死了以后 明神宗的能耐五天就是两百万两 这两百万两 你别忘了 还是塞到明神宗内裤里头的两百万两 实际这个钱一定 你想想出去办事的太监 他能空着手走吗 他肯定不能啊 对不对 他一定会吞没大量的钱财 所以说实际上能够 他们脸到的钱 这数字一定大得多的多 所以据当时的 这个吏部尚书李戴有一个估计 他说什么呢 他说交到内裤里头 交到花 塞到皇上内裤里头的 大概只有他们收上来的十分之一 太监苛扣十分之二 随从人员瓜分这个十分之三 流氓恶棍 他们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就大概最后到了万历皇帝 这内裤里头 大概就是十分之一的这么多钱 可见啊 这万历皇帝又懒又缠 懒蠢蠢 就是又懒又缠 这个懒 懒的管 只要能给我挣钱就行了 懒这事儿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唯一原因 也就是这鸦片 鸦片 对中国的危害不用说了 一直到了近代 鸦片对我国还有危害 从明神宗开始 鸦片之毒就开始破坏中国 这个首先破坏的 就是皇上 你想想这不是破坏老百姓啊 这是破坏皇上 明神宗28年的时候 大学士王家平上奏章 说一年之间啊 我臣是作为大学士 一年之间就见着龙眼两次 而且这两次还不是说咱上朝见着 这还是在这个办事的时候 碰上皇上两次 我偶然提出一些建议 皇上从来也没回过我 就跟我一大学士 内阁大学士 我上的文竟然跟其他的官员的奏章一样 皇上连看都不看 这种情形啊 越来越恶化 等到万历42年的时候 这个首府叶向高 他说这个六部上书里头啊 现在只剩下一部有上书了 全国的巡抚 巡安御史 然后各州 各府州县的这些这个知识 已经缺了一半以上 都没有人来 他的奏章写得非常的激昂 说现在啊 这个皇上你 你 您还这德行呢 已经中外离心了 京城里头怨声载道 大祸就在眼前了 皇上你还觉得你自己挺牛是怎么着 就你觉得这不上朝 这事你还觉得挺挺神明妙用 你觉得他挺牛 然后这恐怕这自古以来 您算是头一个吧 你想一想啊 我刚才为什么说说明神宗啊 就是万历皇帝不是一暴君 他虽然是一昏君的 他不是一暴君 他这人还挺宅心人厚的 他很宽大的 这奏章 这要搁历朝历代 你甭问搁哪皇上身上 估计这 这叶相高肯定已经宰了 你敢这么骂皇上 那肯定宰了 但是明神宗连礼都没礼 你骂我 你写帖子 你在百度贴吧里发帖子骂我 是不是 行 没看见 没看见 这神宗只要有钱可以挣 只要我能挣着钱 我能抽着鸦片 大臣讥讽我几句 无所谓 你骂我一顿 无所谓 你百度贴吧 你雇人 你雇水军 你刷我 无所谓 我当没看见 就完了 万历年间 这大臣骂皇上 骂到什么地步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因为明朝本来这些学士 士大夫就有死见的传统 儒家道德 所以使劲的骂皇上 有人上奏 说皇上你这么要搞下去 势必民穷才尽 天下大乱 这个明神宗看了以后 扔了 乱乱吧 乱乱吧 有人说 皇上 你现在收矿税这个事 你就是放龙中的虎豹 去撕咬百姓 将来他们会反过来 撕咬你的 咬咬吧 扔一边去 有人说皇上 你要再这么下去 肯定百姓要造反 皇上 你就是有满屋子金银珠宝 最后谁来给你看手 谁看手 谁看手 去去去去 有的指责皇上 过分的说什么 皇上 你就是一骗子 你欺骗百姓 你已经把他跟 这个截咒 说你 你跟截 你跟咒 你已经是史上最大的昏君了 昏昏吧 去去去 昏昏吧 有人说 你肆无忌惮的用人 去干没有天理 没有王法的事 干了 怎么了 有人责备 说皇上 你说话毫无信用 没信用 没信用吧 就这样吧 行 收了 搁一边就 就这样 可以说在万历朝啊 我们今天读到的史料来看 那简直是 奇文啊 就是你 你把 你把当时大臣上给万历皇上的 这个 帖子啊 你看一下 简直就奇文 就是能 能 这大臣指着皇上吉强谷 戳着骂 使劲骂 完全不予理睬 空前绝后 那真是空前绝 完全不予理睬 正史上的记载啊 这个还有一些啊 因为这个在起居住上什么 还背一些啊 说皇上看了 大怒啊 然后扔一边上去 然后接着抽鸦片 没有 没有下文 刘忠啊 大怒刘忠 刘忠什么意思 就是不批复 我 我装看不见 不回你这帖子啊 你在百度贴办 骂我 你在虎扑步行街发天骂我 你在斗鱼鱼巴骂我 你爱在哪骂我骂我 那反正我就是不回复 我装看不见 所以这明神宗啊 宅心仁后吧 我们只能说这宅 这种宅心仁后啊 这宅心仁后后到 他连 罚人家 他都懒得罚 就是说 他不是说他不 他不生气 他生气 他连气后来 他都懒得生了 他就已经不想罚 不想生气 因为罚人家 你要生气 你动了怒 你还得啊 你还得 嗯 下到圣旨 他就是不想写圣旨了 一直到他死 他也没写过几封圣旨啊 他也不想罚人啊 但是拼命搜刮的这个作风 一直没改啊 就是你们骂吧 你们骂吧 他强 认他强 我干我的羊 哎 我就喜欢在后宫干羊 我没别的事 反正我也不喜欢女的 我就喜欢羊 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 哎呀 后来这满清崛起了 怎么办啊 这个国库现在又要用钱了 他不可能用自己的内裤去打仗去 哎 这奇了怪了 你那么有钱 你不用内裤打仗去 他也得用国库 用国库的钱 你又得再去加重税赋 所以他就一再的家中填富 皇帝搜刮的所得都存在内裤 政府的这个所得都存在外裤 但是总是不够钱 这外裤老是不够钱啊 老也不够钱 老也不够钱 怎么都不够钱 结果造成了一个万里皇帝死了之后 这内裤太实 外裤太虚 他这个穿反了啊 内裤穿了个毛裤啊 外裤穿了个钉子裤 最后变这样 你想想在这种穷心极恶的压榨下 百姓的生活自然是痛苦到了极点 那肯定那得多难受啊 你想你要活那年代 天天收税 天天收税 没了得收税 而且还是全是地痞流氓 找你来收税的 就是跟你说 这帅 这帅我天哪 你这帅你有公文吗 一个大嘴巴扇你脸上 来 五个公文已经写你脸上了 看见了吗 看见了 那赶紧交吧 就这样啊 那个年代老百姓也很惨 所以这名神宗除了专心搜刮之外 然后就是对正式的超然置之度外 完全不理 完全装看不见 万历43年11月 我刚才看 我刚才看一个 看那个有一个人说 说那个崇祯为什么历经图治 然后结果还亡了 然后那个有人回答说 你难道没有经历过考试前通宵挂 看球 不是那个看书 然后最后还是那个挂科了 对就是就是这意思啊 就是已经击中难返了 已经击中难返了 这个万历43年11月的时候 有一奏章 这是现在留下来的一奏章 这个御史 瞿凤冲 他说 他在奏章里就说 他说这个 臣呢 不见皇上 已有25年了 25年没上朝 这不是没上朝啊 这不是说没上朝的问题 有点有点像说你们公司老板 25年没有开过陈会 不是说没开过陈会 他是没来过办公室 就是从来没来25年了 没有来过办公室 就是如果你把它比成一企业的话 大概就是这么一企业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 就在这25年 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反正就是他也没啥爱好 他就天天在后宫里 咱也不知道他干什么 现在真想象不出来 说这个 说这个 朱义军先生 他到底他 他每天他 他干什么呢 他就躺着吗 可能 可能就躺着 在这25年期间 他是什么都没干 但是人家 别人可是蹭蹭的往上干 最大的敌人满清 开始崛起 万历45年 羽翼已封的努尔哈赤 清太祖努尔哈赤 以七大恨告天 发表习文 然后紧接着发兵功名 第二年就占领了辽东重镇 辅顺 明军大败 然后总兵张成音战死 万鱼将 兵将全军覆没 47年 咱们的老朋友杨稿回来了 杨稿因为万历长远战争的问题 围困家庭清政 干的不彻底 回去被拿掉了官职 罢了个官 这他后来又启用了 因为没人用 所以又给弄成辽东精略 杨稿率明军18万 然后满清 因为满清是部族社会 当时有一个叶赫部族 叶赫部族也参加了明军 因为他是诺尔哈赤的 这个世仇 然后叶赫也是清兵 算是清兵女真兵 两万 朝鲜 朝鲜因为万历长远战争 打完了 现在朝鲜 我们在结束的时候给大家讲了 因为最后两期就是关于朝鲜跟满清的问题 朝鲜跟满清也有问题 对不对 他们之间有领土问题 所以你要打他们 打满清 没问题 朝鲜也发兵 朝鲜也派了两万兵 兵分四路 大举公亲 18万 一共22万 然后当时的清兵 八旗兵 加起来一共就6万人 这么悬殊的兵力对比 结果碰上了这位 碰上了这位 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这世界上都 真的是 不多的军事天才 6万兵 他采取了一个什么策略呢 就是集中兵力 专攻西路 不管东路怎么打我 我不管 我只打一侧 我就打一侧 为啥打西路 是因为在事前 努尔哈赤 做好了充足的调研工作 因为这西路的总兵 是谁啊 是杜松 杜松啊 很有意思 名气特别的大 杜松是一名汉将 勇将 是明军里头 这个也不太多的勇将 平时啊 这个杜松 因为过于彪悍 他最喜欢干一件事情 就是撕衣服 脱去上身 然后给所有的人 看他那身剑子右 他那个剑子右 因为他打了好多仗 这个身上留了很多的伤疤 后背啊 前胸啊 留了很多的疤痕 他一边给人看他的剑子右啊 一边向大家展示 他那个刀枪那痕啊 那那扒了啊 就喜欢向人展示这个 这出兵的时候啊 他就把衣服脱了 然后干嘛 绕成一周 走着路绕成一周 衣服脱了 然后绕成一周 向百姓展示 他这满身的战绩 然后百姓也特别的配合啊 这个我 这免费的话 你免费看脱衣服呢 你还你还这个不配合吗 百姓鼓掌 欢呼 贺彩好啊 好转个身啊 转个身啊 好抬个腿啊 抬个腿啊 看看 看看内侧啊 看看大腿内侧那道吧 看看大腿内侧那道吧 反正就是浑身都是都是伤疤 西路这一仗 就是著名的萨尔许战役 明军可以说当时怎么看都不应该是输的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明军的火器配备 一直到了清末啊 一直到了那那英法联军 那就是入华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 清军的火器装备总数还比不了明军 而且在部队里的普及也比不了这个明军 就是明军怎么看都不应该输啊 这个这个这个火器钢炮军火 那锐利的贼多 那比那跟那清军是没法比的 可是这杜松你说你赶上这么一个 动不动就脱衣服啊 动不动就就是这个 就快先把衣服先脱下了啊 这个字在水湖里念火啊 这个地方念叫萨尔许啊 萨尔许这个字念许 这杜松你说你敢这么一主帅 游勇无谋 真正的游勇无谋 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 他怎么打仗啊 他不是出战前 他就脱光了衣服满街游街去了 然后给人看他那伤疤去了 他打仗也是这么打的 打赤膊上阵 身上没有披挂 没有铠甲 全身露着全身伤疤 露着全身剑子右 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 然后身中十八剑 壮烈阵亡 这哥们 这杜松啊 今儿看来啊 绝对是三国演义看多了 这 我跟没别的 这肯定是三国演义的毒害 可能就是看了这个 虎吃许楚了 许楚不就是什么 这个许楚裸衣斗马超啊 我靠 这 许楚脱光衣服啊 浑身金凸啊 然后赤体提刀 翻身上马 与马超决战 然后威风啊 嗯 威风 但自己可能没想到 这一仗许楚身中两剑 然后操兵大乱 许楚背中两剑 结果他的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后边这个 这个 裴从之注 说说 谁叫辱赤伯 写了这五个字 这没什么可说 这不是谁叫辱赤伯啊 这好脱光衣服上去 十八剑啊 正中前面十八剑 射的跟筛子似的 死了 他一死 你总兵冲到最前面一死 对啊 这集团军一把手 第一个骑马冲锋 还 没 还把衣服脱了 还脱光着冲锋 结果他一死 明军大乱 六万官兵 全军覆没 诺尔哈赤 就是逮住了杜松 这样的人 事先做好了了解 做好了调查 而且固执的 去打 一个侧面 去打他最弱的地方 集中兵力 各个击破 这个后来 我党搞革命的时候 也这么搞的 集中主力 各个击破 这个战略太正确了 一个战役 一个战役的分开打 不要这个 不要混在一块打 不要打全局战争 要打局部战争 要一个战役 一个战役的打 对不对啊 明军北路 总兵马林 东路 总兵 刘听 刘听又出现了 刘大刀 刘听 两人也在 萨尔许战役里头 壮烈牺牲 刘听 这大家在 万历朝鲜战争里头 可能都已经 听出感情来了 因为刘听 刘大刀 这是万历朝鲜战争的 大功臣 这个功劳第二高的 大功臣 结果就因为 碰上杜松这样的先锋 结果 大败 死了 朝鲜 派的这帮兵 倒挺痛快 他们没有遭受什么损失 直接投降了 就是 得了 哥 咱俩之前都是误会 咱们哥哥 哥 不就是抢点地吗 咱们之前都是误会 别当真 这个 你看咱都 都一个地方 是不是 长白山这边 长白山那边 谁跟谁呀 来哥 来哥 吃泡菜 吃泡菜 刘听啊 是当时明朝的 对啊 就是外籍军团 那个刘听啊 刘听是当时明朝的第一大将 刘大刀吗 缅甸 呃 角窝 呃 然后万里长远战争 全都有他的身影 大小数百战 威名震海内 啊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 为啥叫刘大刀啊 刘大刀 刘大刀 因为他有一把 宾铁大刀 120斤啊 马上轮转如飞 啊 这是历史记载啊 但是我跟大家解过这个秘密 说刘大成 这个 关羽那青龙烟月刀 才重9981斤 对不对 比那个青龙烟月刀 还重了39斤 他这个大刀啊 其实是一种威慑 其实是一种威慑 其实你说真的能捂得起来吗 就是捂不起来 你捂得起来 马受不了 对不对 你马上运转如飞 你想想你能捂起120斤大刀 你说这刘亭得多重啊 刘亭多重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 您配上那大刀 你还在马上运转如飞 你说你是上去 你是给人这个送分去了 你还是真打仗去了 所以这个 这个不太可能啊 这可能就是说是一种威慑 或者这是一种品牌啊 所以就是人 人送外号刘大刀 但是这刘亭啊 确实特别有劲儿啊 之前我没给大家讲过 他能单手拖起一张 放满韭菜的八仙桌 然后在大厅里头 不带喘气的绕三圈 连杜松 刘亭这样的小将 就是骁勇的那小将 都直接被清兵就给打死了 明军将士在心理上受到的打击 自然是非常沉重的 因为这相当于是明朝的精锐部队 就被满清给干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太好了 因为不怕打 不怕败仗 怕的是什么呀 怕的是恐含症 不怕输一场球 不怕输两场球 不怕输三场球 不怕输一百场球 怕什么 怕你得上恐含症 恐含症啊 那就是一种心理疾病了 所以 当时提到满清的时候 直接就辫子冰 这三个字就叫出来了 是满清 这时候已经是满清了 已经不是女真了 辫子冰这三个字 已经叫出来了 因为这辫子冰 这就是恐含症了 这就相当于 那个后来咱们国足得那恐含症 萨尔曲战役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关键 胜败的关键在于 第一 明方的主帅杨稿是文官 他在万里朝鲜战争的时候 他就已经犯过错误了 对不对啊 他为而不奸 结果错失了大好机会 让加藤清政逃跑 完全不懂军事 这个人只会搞政治 完全不懂军事 而且杨稿 我们在万里朝鲜战争里也讲了 南北军的矛盾处理不好 那然后 他偏向北军 他看不上南军 一个主帅 处理不了 这个就像一个公司的CEO 处理不了各部门之间的矛盾 平衡不好 然后让这个矛盾扩大化 而且找到的 找到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机会也不把握 所以他完全不懂军事 这就是文官 第二 明朝的腐败 当时已经到达几点了 整个军队内的组织 整个关于军事的组织和制度 已经是废持不堪了 没有救了 军队久无训练 军械数量是有 然后先进度也有 但是破败残救 完全没有做好必要的军事战争准备 藐视敌人 完全藐视敌人 阳岗全军覆没以后 朝廷后来派了熊廷碧去辽东 接任阳岗 熊廷碧 熊廷碧 可爱的胖胖 万历 46年7月 熊廷碧刚出山海关 铁岭就已经失陷了 沈阳和附近朱城堡的军民 纷纷开始逃窜 熊廷碧 兼程进入了疗养 经过明神宗 25年 数十年来 百事不理 当时熊廷碧看到的这支军队 军纪已经荡然无存 没有任何一个人提的上说有斗志 这个军队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 熊廷碧发现了一件事 他派人出去巡逻 结果很快 这个下边就回报 巡不了罗 熊大人 巡不了罗 那个马死了 熊廷碧很吃惊 说这个马怎么还说死就死了 这个按要求死 按要求死 后来他就调查这件事 结果他发现 士兵为了不出战 开始杀自己的马 说是马死了 避免出战 只要听到有辫子军在附近 只要听到敌军来攻 满营兵族一轰而散 找都找不着人 所以这熊廷碧啊 他面临的困难 真的是 这个局面 真的是困难至极啊 最重要的是 没有军饷 没有钱 发不出去钱 皇上 他问皇上 皇上这个军饷怎么办啊 皇上说 没钱 现在国库空虚 没有钱 发不了想 他说 那个内库里不是有吗 内裤里是我的东西 不是你的东西 我内裤里是我自己的 所以你别惦记我的内裤 但是明神宗对军饷这个问题 也知道 脱不下去 越脱越那个什么 但是他就是不想自己掏腰包 他就是不想从内裤里头拿钱 结果他思来想去 他想了也不能让熊廷碧就在那这样下去 对不对 那没人没有钱打仗 那肯定也不行啊 所以后来他想了半天 他又想出一主意 要不干脆 哎呀 我再让让 我我我再为难为难 我再让一让 再加填富2%吧 再收税吧 连同以前加了两次 一共已经加了9%了 结果向百姓多争的填富 未必还就拿来发军饷了 因为皇上拿了 建了这么多钱之后 总要先扒了一点东西进内裤 边界上警报不断的传到北京 朝廷里群臣每天都请求皇上 您上朝吧 您会商战略吧 这个咱们一块开开作战会议吧 天天的贵请皇上 很请皇上 咱们开个会吧 可是皇上总是派太监出来传遇 皇上有病 皇上不行 皇上有病 结果这个吏部尚书召唤 实在是忍不住了 就上了一个奏章 说将来敌人这铁骑 要是来到了北京城外 陛下您也在深宫中说您病了吗 然后您要是病了 敌人能退兵吗 明神宗看了这封奏折之后 讽刺奏折 大怒 然后扔到一边 接着躺着 不理他 不回复 说什么 也不肯召开任何一次国防会议 就是不开会 就是不上朝 就是不开会 神宗搜刮的这些银两 堆积在内裤里头 年身越久 你想想这银子你扔那 那还能有好啊 你也不花他 你要你要他干嘛呀 就是他也不花 你这没地儿花去 他不知道花哪 所以这银子就开始氧化了 有的黑的像漆 有的脆的跟土似的 就是不肯拿出来用 但终于这个时候 北京传来了好消息 伟大领袖 死了 这个名神宗 伟大领袖 万历皇帝 死了 千千万万的银两 一两也带不出去 所以这名神宗 终于成神了 这个神可真是 太神了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神 神宗死了以后 神宗死了以后 那著名的光总 明光总 这个朱长乐 朱长乐继位 然后可是很遗憾 农历七月 1620年 这万历48年 农历七月 朱一军驾崩了 然后就立了这个朱长乐 这个的继位 朱长乐登地位 当了明光宗 可是刚刚继位 八月初一继的位 八月初十 这个朱长乐开始得病 得什么病呢 开始这个拉肚子 然后这些 这个药房 御医 就开始给他禁药 结果 吃完了这个药之后 拉得更厉害了 说一夜连谢三四十次 这基本上就已经不行了 两天以后 他就上不了朝了 这些大臣 是左叛不来皇上 又叛不来皇上 可算叛人新皇上 老皇上死 不上朝那死了 结果哈 这皇上刚上一天朝 又上不了朝了 啊 就就因为拉肚子 所以这时候 这个光宗啊 就 就是你想一夜 拉三四十次 那基本上就已经 不成人形了 白天呢 吃不下东西 头晕 头晕目眩 下不了床 然后 这个 但是 该干的事 还是得干 为啥 因为这个皇上 好像当了皇上了 啊 所以 忍着病痛 啊 在二十多天之后 忍了二十多天 八月二十九号 还是策立了一下 皇贵妃啊 策 该封了一些妃子 在封妃子 这一天啊 虽然还是一直在腹泻 病还很严重 但是 还是 很高兴啊 啊 于是这一天呢 这个 这个 红卢四成 李可卓啊 就给他进贡了 红丸两粒 这个前后两丸 大王 您看看 这粒 红丸啊 这这是延年益寿 吃了吧 啥叫 红丸呢 红丸呢 有一别名 红丸叫做 红千金丹 又名三元丹 啊 官史上后来称啊 说这是无方无智之样 不知道怎么练 其实红千这个东西 红千金丹 红千是啥呀 红千啊 就是 处女啊 就是女孩 第一次来月经的 经写 把它弄干了 搓成球 然后再加一点 乌煤啊 加一点露水 煮七次 然后变成药浆 再加上一些秋食 秋食是什么呀 这中药大家知道 啊 人尿啊 就人的那个 人白啊 就就 尿完了 那过去用那个 马桶啊 用那个 夜壶啊 那个那个尿 边上也有一圈 这个尿碱啊 人白 还有 这个人的乳汁 啊 人乳 然后再用一点 这个 这个 朱砂 啊 然后再用一点松脂 等等等等的 这个药物啊 不知道 配方不知道怎么着 反正就能能 喘不喘不 喘两粒红丸 就给 献上来了 这天封皇后嘛 虽然病得很重 但是该策离皇后 还是 这个封皇贵妃 还是得 还是得封啊 所以这个 这个 李可卓就拿了两粒红丸 给了这个 朱长洛 朱长洛吃了以后啊 因为心情好 哎嘿 吃完以后 竟然觉得说病情稍缓 精神也好转了 还当时还夸这个李可卓 说你才是忠臣 可是吃完了之后 9月1号啊 也有一个说法 说8月30号 死了 在位仅29天 死得干干净净 走得明明白白 你好不容易碰着 一个上朝的皇上 好不容易碰着 一个上朝的皇上 结果他 走得这么干净 啊 你是这个不拉了 这回是真不拉了 大补 好不容易碰上朝皇上 结果他这皇上 就上一天朝 啊 结果又又又没了 没了 那怎么办啊 也得有个继位的呀 所以呢 就由他的右子 啊 这个朱尤孝 接位 这就是明熙宗 著名的天启皇上 天启皇上 在咱们专题里也不陌生了 因为这个天启皇上 咱们给大家讲过一专题 叫天启大爆炸 啊 这是都市怪谈 已经 带大家了解过这位皇上了 这位皇上 喜欢干一点木工活 干的还相当水平相当高啊 人称活路般 哎 木教 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所以这明熙宗天启皇上 你说说这 你说说就这明朝 这能好得了啊 这朝代不完 你说这这赶上都什么皇上啊 啊 这个 红丸案啊 这吃红丸死了的这个朱长乐 这就是著名的红丸案 然后红丸案 究竟有人说这是阴谋论啊 这是一个至今还悬而未解的案子 但这也不是什么阴谋论啊 这个很正常 阴谋论都是后人揣测啊 就是 就是吃错了要死了啊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简单 木工活不是一美女的名字 是真木工活啊 真喜欢干木工活啊 不是说 不是说日照香炉生紫燕啊 不是说这个照香炉生了个孩子叫紫燕 不是 但是这个木工活 真的是木工活 明熙宗 接位的时候 虚岁啊 就是官方称 说他他是八三 不是 官方称虚岁 十六岁 实际上啊 按照他的出生年月日精确推算的话 其实他当时连十五岁都还不到 他是个小孩子啊 他对他的奶妈非常的依恋 喜欢他奶妈的奶啊 他这个奶妈是客氏 姓客啊 客氏啊 很喜欢弄拳啊 就早就想干这件事了 于是这个奶妈呀 奶妈也好好朋友 有一个好朋友 这个好朋友啊 是个大龄太监 不过这哥们的故事 我们后来会给大家接着讲 你别着急 讲完了这个专题呢 就是我们先不往后讲 我们先再到时候再往回讲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期魏忠贤 讲完了袁冲焕 给大家讲一期魏忠贤 然后再接着往后退 这个他跟这个魏忠贤 是有保持着一种非常古怪的关系 因为这个奶妈过去 就是一普通宫女啊 然后魏忠贤呢 是一个村是一混混 大龄结果这个混的 混不出个这个 混不出个眉目来 一气之下赌输了钱 一气之下淹了啊 割了割了进宫去 就进了宫以后 就干一些这个粗体力活 结果就跟这个客室 就就就弄一块 他俩是什么关系呢 他俩是对食的关系 魏忠贤是真的很会舔 就是他俩是对食的关系 为什么叫对食啊 就对食的意思 就是咱俩对着吃啊 食吗 用嘴对食啊 说的是咱俩对着吃饭 面对面吃饭 就是说没有 因为因为这个这个这个 我没有生殖器 所以这宫女又出不了宫啊 所以这个宫女跟太监 就养成了这么一种奇怪的对食关系啊 就是说咱俩私下恋爱 但是你没什么可恋 这太监是阴阳人 所以既不是异性恋 也不是同性恋 所以就起了这么个名 说咱俩对着吃饭吧 意思就是咱们不能同床 但是咱们可以同吃啊 互相聊聊天啊 所以这魏忠贤就做了这客室的对食了 奶妈对食 那你想一想 这个西宗这么喜欢他这个奶妈 奶妈又有一对食老伴叫魏忠贤 那你说这魏忠贤啊 可不是他就得了大权了 这个西宗跟这魏忠贤 俩人到底什么关系啊 比较贴切的说 魏忠贤真跟他爹差不多啊 就是不是说跟他爹差不多啊 像是这个 当然魏忠贤自己说啊 说像是一条老狗啊 就是你想想想吧 就是就是属于那种 就属于那种孩子取得了好成绩 隔壁老王欣慰的笑了啊 就是就是隔壁老王 当时看见隔壁孩子取得好成绩 那欣慰的笑容 你就想就大概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啊 所以这个西宗是很尊重魏忠贤的啊 他他很他跟这个魏忠贤有很深的感情 因为这魏忠贤从小跟他在一块啊 带着他然后玩啊什么的就很好啊 然后这个跟他奶妈也很好 关系很好 三个人很融洽 西宗这个人啊 天生的木匠手艺非常的巧 最喜欢他做的事就是干木工活啊 再再说一遍木工活不是哪个美女的名字 干木工活是真喜欢干木工的活 什么锯木头啊 爆木头啊 刷油漆啊 然后刻木头雕木头 凿木头就喜欢干这个事 而且手艺非常的高明 他高明到什么地步啊 他做过一座宫殿的小模型 唯妙唯孝 精巧异常 哎呀 而且他做木工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心无旁骛 你想想是个艺术家啊 就相当于是个艺术家 这个做木工的时候要做到 就是你那么精巧 这是高精度的事 那你不能打扰啊 哎 可是这个时候 所有的工事 因为这个时间太长啊 他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沉浸在这个木工里头 他所有的时间都扔在这个木工里头 所以所有的国家大事报上来 他都在做木头 他都在做木工 他永远在那做木工 所以国家大事永远是在他很认真做木工的时候 报上来的 这个后边有人说 说这个魏忠贤是故意这么报的 其实你真想多了 魏忠贤啊 你真想多 他还真没那么多信仰 就是说这个人结党 就我们之后讲魏忠贤 就是再讲 这个人啊 总体来说 他算是一个老实人 就是他他他这个专权也是被 也是被这个这个 这个整个他他这个魏忠贤团队 你你得这么看啊 你不能把他看成一个个人 这个利用起来的 所以后人说说这个魏忠贤偷奸耍华 啊 说说他就是趁着这个天启皇帝做木工的时候 他就给他看帖子 毛啊 天启皇帝什么时候不做木工 你得说他什么时候都在做木工 全身贯注 所以一做木工就有奏章过来批 他不可能这个时候停下手里的活 那个去 那手里这木的活多重要啊 那国家大事算什么呀 所以他没有功夫去那个弄这个东西 他就手一挥啊 说别来打扰我啊 老魏你瞅着办吧 于是魏忠贤就瞅着办去了 所以这慢慢慢慢就办得越来越无法无天 朝廷里的自然有一批阿谀奉承之徒 一看见这老魏得势了 是不是老魏虽然是去了势 但是他现在他又得势了 就过来奉承他 结果到后来魏忠贤成了实际的皇帝了 西宗是万岁 后来他是九千岁 比皇上差一点 差一千岁得了 到后来个人崇拜 他的团队啊 包括他这个体系啊 搞这个个人崇拜 他本来魏忠贤就是一老实人 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 也没什么涵养 就是这么一个村里的老实人 结果弄的他也是 这个头昏脑胀了 自己真的九千岁了 所以全国一片啊 这个住身体健康 不是那个万寿无精 住人身体健康 住九千岁身体健康 他以为他自己身体真健康了 所以这时候后来 这个全国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辞 这生辞可就奇了怪 辞人一般都死了才进祠堂的 可是不行 这九千岁他老人家 谁也等着他死 因为他能活九千岁 所以这九千岁啊 死不了啊 就活着进祠堂了 祠堂里头的这个像啊 魏忠贤像都是用金身啊 的贴子金 然后派五官守着这个生辞 百官进祠的时候 都要向他跪拜 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 凡是魏忠贤的指示啊 就一定要绝对服从啊 全国绝对服从 魏忠贤他本来是个市井流氓啊 是一个无赖流氓 就是因为赌钱赌输了 欠了账还不出来 对吧 然后吃不消了 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 自己割了 割了以后进宫做太监 也不识字啊 就是聪明是聪明 记性特别的好 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个赌棍 你想一想 第一大权啊 或者说名义上的第一大权 竟然落在这样的人手里 你说这样的人 他不被人利用 那不都见了鬼了吗 啊 那你说 你要是说这个人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聪明绝顶 是一个学富武车的人 那也就罢了 对不对 但是那你说 他本来就什么都不会 你说你要是这个整个 官员体官僚体系 合起来呼悠这么个人 上行下效的 你说这还有好 那不是一呼悠一个准啊 熊廷碧在辽东练兵 招抚难民 整肃军纪 他好不容易 慢慢慢慢的 把这辽东这个烂摊子 给弄起来 然后在这把这个器械呀 都修起来 把局面给稳定下来了 刚接手这烂摊子 整顿的可算是有一点点模样了 满清 这个时候见到熊廷碧这边 也开始整顿军事 也有一些 这个准备了 满清这个时候 也不敢贸然去进攻熊廷碧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朝里有一个 一派啊 敌对的大臣 开始跟这个熊廷碧过不去了 不断的上奏章攻击 说这熊廷碧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怕死啊 你天天跟这修城 你也不出去打这个满清去 你是不是怕死啊 你说吧 大人小 不敢出战 避战 怕死 无能 丢了那么多的土地 你在这待着 你不去收复失地 一大帮的人 开始去骂这个熊廷碧 键盘政治学家 键盘军事家 键盘政治学家 开始骂熊廷碧 于是朝廷很快就把这熊廷碧给革职 清后查办 然后换了一个人 袁英泰做统帅 袁英泰是干什么的 一流水利人才 一生是水利专家 修堤坝的 救灾民 修堤坝 就干这个的 这个人性格很好 性格很宽人 办事也很勤勉 可是有一问题 完全不会打仗 别说粗通军事 粗通也不同 完全不会 水利专家 派到前线打仗去 你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 努尔哈赤 听说熊廷碧滚蛋了 高兴的 从床上摔下来了 大喜过望 立刻领兵来攻 袁英泰率军应战 七万大军 大溃 清兵占领沈阳 又击破明军两路援军 再攻辽阳 明军又败 满清取得了要塞 辽阳 熊廷碧跑辽阳去盖了这么长时间的城 最后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赤 军事局面糟糕至极 朝廷束手无策 这时候没办法 一看 这个还是得熊廷碧来 又把熊廷碧给请出来了 惩罚了一下上一次参他的官员 说你胡说八道 熊廷碧明明是大大的忠臣 他怎么就反贼了呢 他怎么就胆小了呢 大大的忠臣 来 给熊廷碧 给熊大人打 撤职查办 给熊大人出口气 熊廷碧真的是特别的生气 他本来特别的生气 但是后来想想 算了 把人家都查办了 可是这时候熊廷碧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朝廷里头 有人看他不顺眼 这人是谁 是兵部尚书张鹤明 这张鹤明不是郭德纲的徒弟 这比郭德纲徒弟岁数大点 兵部尚书张鹤明 他跟熊廷碧 就不对付 为什么 因为当时有一个喜欢拍马屁的巡抚 他叫王化珍 张鹤明就嘱咐王化珍 王化珍要派过去 跟熊廷碧 因为他是巡抚 说一块配合工作 结果张鹤明就嘱咐王化珍 你千万不要听他的话 你千万不要听他的话 他说往哪走 你就反着来 王化珍到了辽东之后 就开始跟朝廷就开始吹上了 说你不用熊廷碧出兵 你就给我六万兵 我能够把满清一举扫平 结果朝廷竟然信了他的邪 熊廷碧极力劝阻 不要 不要 不行 真的不行 不能进攻 可是张鹤明一味的袒护王化珍 于是这王化珍 竟然真的就被配了14万大军出战 结果易交锋 全军溃没 清兵这个时候 攻占了 兼城 广宁 总算 熊廷碧率领了5000精兵殿后 保护难民和败军十万 退入了山海关里头 这关外的地就丢一干净 结果朝廷不分青红皂白 把王化珍跟熊廷碧一块给逮捕了 张鹤明免职 你说这个熊廷碧 就是这种忠良 这种能够打仗的文官 最后落得这种下场 然后反而是这种喜欢吹牛的 喜欢搞党争的张鹤明王化珍这样的人 他虽然也被处理了 但是最后连累的熊廷碧也跟他们一块处理 到这个时候明清交锋 打了三场大仗 每一场都是明军大败 明军的兵力是比不上清兵 但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一个观点 清兵强 说清兵作战能力强 可他没有强到秒杀明军 单兵作战能力可能确实强一点 作战意愿可能是强一些 但是军事配备上 清兵是比不了明军的 明军不是不能打 不是不肯打 每一场大战役 总兵都阵亡 副将参将 大概大多数也都阵亡 明军人数超过清兵 武器先进的多 有火器 大量的火器 三个大战役的失败 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就是军队没有准备 缺乏训练 军技不良 主帅战略不当 指挥失误 军务废弛 士气低落 当然士气低落 也得由主帅来负责 所以以中国之大 怎么就 没有一个能打的主帅呢 怎么就 怎么就没有这么个主帅呢 其实根本制度 还是那个 从古就传下来的 文官指挥战役 这个制度 咱们今天这专题 就先讲到这吧 今儿我不给大家做扣啊 每次做完了扣以后 大家都睡觉的时候都特别的难受 我知道我理解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给大家做扣了 然后我痛快的告诉你 今天就讲到这了 然后咱们下周还继续啊 这期专题呢 我们大概是四期左右吧 可能大概是三期到四期啊 然后之后呢 我们接一个魏忠贤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这个崇祯啊 这个 张献忠 李自成 还有南明啊 我们就就接下去了 前面十几万装备都缴获了 吧 对 但是没有弹药 缴获没有弹药 当时呢 满清造不了弹药 或者他们造的弹药 非常非常的有限 所以这个清军的装备啊 就是清军 明军 重视火器的程度 是中国历朝之最 因为他当然之前也没有火器啊 就是说明军注重火器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 是超过咱们现在想象的 因为清军到后来到清末 他的火器数量 其实也没法跟明军去比 尤其是在全部队上 哎呦 感谢欧欧的大飞机 欧欧身体好了没有啊 感谢欧欧的大飞机 感谢欧欧啊 感谢欧欧 欧欧好几天没没没见着了 然后这个突然都活过来了 现在 所以就是明军的武器配备啊 就是说在火器的配置上 其实他的覆盖率是 是要超过这个清军的 那么你想想 在清末的时候就都是如此 你想想 其实当时 当然清朝的作战制度 可能更先进啊 就这八戚制度 可能更先进一些 因为这个 这跟女真的这些部族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们是 他们是使用一个 接近于原始部落 就是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就是有点这个意思 而且作战意愿上 然后还有这个 个人作战 单兵作战能力上 可能相对来说 他是要优于明军的 但是你可别忘了 早在七级光那个年代 七级光可就搞过这个车营 对啊 是讲完了 是讲完了 谢谢欧欧 谢谢欧欧 对 清军是 也不是说不善于火器吧 就是没有使用火器的这个意愿 这个没有那个必要 因为这个清兵作战 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我们下去再给大家讲吧 其实这个清兵作战用的是 挺显然是三国演义 加七级光那一套 就是因为这个努尔哈赤 早期是李成良的马辫 他是在李成良家里长大的 然后这个 因为李成良当时 就是作为辽东的守军 七级光的七家军 是如何作战 如何训练的 其实他是门清的 努尔哈赤肯定也是受到了 这方面的侵扰 就侵染 所以他的 其实后边的很多的政策 包括就是八旗制度的设计 其实很多很多的作战的方略 很显然是 还是汉族那一套 他是用着汉人的战略思想 在打汉人 满清不是游牧 这不是游牧民族 女真是一个渔猎民族 对 这是两码事 渔猎不怎么迁徙 游牧是迁徙的 七家军到了北方跟蒙古兵打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 因为七家军的作战方法 就是他是小队作战 他是一个非常先进的 一种小队团 团队作战 这种小队作战 打的应该是地形 就是说在抗窝战争中 能发挥极大的优势 但是到了草原上一马平川 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士 就是这骑兵啊 就搁现在就是重装甲部队 就是这个一冲 这个部队就没戏了 所以七家军在 七七光在晚年 他去搞那个车营 车营就是属于现代火炮部队 就是鸟冲手 然后这个派击炮 后堂炮派击炮 然后这个大将军炮 各种各样的这个炮 往地震里头打 就是纯火器部队 这是一支 但是很遗憾的是 咱们没有在历史上看见车营 打起仗来的那一天 因为从有这车营之后 从有这车营之后 这蒙古人人也不傻 他就再也不打 他就再也不来骚扰我们了 他开始跟我们做生意了 所以那个 倭寇也不都是郑家军 这也不都是郑家军 倭寇的这几个阵营 呃王直啊什么的 他们也不都是郑家军 这还是有 有日本大明势力在背后 这是 这是这几个 这个 几个这个 这个海上大明 他们所支持的 虽然石窝 这个 石窝这个 甲之六七 都是都是中国人 但是总体来说 也不是跟郑家关系不太大 这还是那个什么 还是那个那个 海上大明支持 而且确确实实就是强盗集团 这个 咱们今儿就到这吧 我看没啥人了 然后咱们 明天 因为明天是爱因斯坦的宇宙 第六期 然后明天咱们继续吧 然后 爱因斯坦宇宙上周停了一周 然后咱们今天 明天 然后咱们继续 今天稍微晚点开 今天 这个出去吃吃饭 晚点开 没有 播 发了那个公告了 发了公告 然后 咱们 咱们明天的 同一时间 北京时间的晚上 12点 德国时间下午5点 明天是太 爱因斯坦的宇宙的 第六期 爱因斯坦宇宙第六期 又要开脑洞了 不聊天 没弹幕了 我聊啥呀 你真的一个弹幕没有了 我聊啥呀 那个什么 咱那个 今天账上会歇一歇 然后因为这两天准备 那个专题 准备的太密集了 那么 感谢大家的支持 北京时间的晚上12点 德国时间下午5点 咱们明儿的同一时间 再见 祝大家晚安 拜拜